Hello,你好,我是房存辉,欢迎光临房哥有集市 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特辑 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一个很好的厂商 对,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烹调用具 Messy气炸锅,智能旋风的气炸锅 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今天的特辑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 舌尖上的节目表,这个Messy气炸锅特辑 要煮的是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呢 当然我研究了一下,在网路上面 气炸锅通常大家分享的食谱呢 排名第一的呢,就是炸鸡翅啊,炸鸡块啊 哇,那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就把它往到旁边去 因为大家都已经练习过了 今天我们要用Messy旋风智能气炸锅 跟各位分享的料理呢 就是南洋风味的烧烤牛肉串 我们用一些平常我们很熟悉的食材原料 然后呢,做成不同的风味组合 那这个南洋风味的烧烤牛肉串 有哪些重要的食材呢? 首先呢,牛角肉 这次呢,我选择的是细嚼的牛角肉 不是那种中嚼或粗嚼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细嚼的牛角肉会 让我在调这个牛肉串 烧烤牛肉串的时候 它其实口感上会比较扎实绵密一点 然后呢,香料的风味就会出来 所以呢,这个牛角肉我们待会放什么东西呢 首先跟各位说明的 大概半个洋葱 这一小碗牛角肉大概可以做四串 那我们用什么串它呢? 我们用香茅串 对啊,这个香茅在一般的菜市场都很容易买得到 现在最近应该是季节 如果你在菜市场买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问问看菜市场旁边的五金行啊 他们知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香茅 那这个香茅事前已经处理过 我已经洗干净了 而且呢,已经描好 跟这个气炸锅的锅的内径是差不多的 所以正好 我们来做今天的南洋风味烧烤牛肉串 那现在就开始备料了 首先半颗洋葱 我们把它切得细细的 因为把它切得越细 那其实呢,洋葱里面的水分 就越容易在这个 你在拌料啊 或者说你在进入这个Messie旋风 智能气炸锅的时候 它的水分会出来 你的那个肉的鲜甜度会被提升起来 好的,洋葱把它切碎之后 尽量把它切丁了 这个就慢慢切 它自然就会成丁了 如果你的切得很快的话会有一些遗漏 就大概切丁完之后 就把它倒到这个牛角肉这个碗里面 接下来呢 南洋的风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螺乐 那在台湾通常可以叫九层塔 这两样东西其实很像 那螺乐在切碎的时候 你会闻到那种香草料的香味 那我们也要把它切得很碎 螺乐液呢,基本上来讲就是 你把它的那个叶梗啊,都把它拔掉 然后呢,一片一片的用水稍微冲洗一下 把它冲洗干净 那你在切螺乐液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强迫症 什么叫强迫症? 就是你要把每一片螺乐液叠起来再切 不需要在家里做家常菜 放轻松 跟洋葱一样,你慢慢切 有没有 你可能会听到那个新鲜螺乐液 那个叹叹叹叹叹叹 那这样的螺乐液的品质 夸到你就不错,鲜度还不错 所以那个香味呢 就会在你切螺乐液的时候 慢慢的散发出来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螺乐液的 的这种香气啊 把它的特色啊 拌到我们的这个牛角肉里面去 那看到这个手势 有的时候,你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剁切啊 那最好呢,你的另外一只手啊 就放在那个刀背上面 你千万不要 很容易会切到手 你要让这个刀子在你的掌握下非常的稳定 切碎的时候,你看这些碎一定会变成深绿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对,接下来我们就放胡椒粉 放胡椒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小气 如果你能够多用的话,就可以多用一点 因为它会让这个烧烤牛肉串的风味很明显 接下来呢,就是盐 那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的Maisy智能气炸锅特辑 所以我们用的呢,就是很优质的海盐 对啊 海盐能够带出那个肉 食材本身的鲜甜 不管你是要做的是四只脚的肉类啦 或是没有脚的鱼类啊 或是有八只脚的章鱼啊 其实用海盐都可以满体味的 接下来就是辣椒粉 然后再来就是 一点面包粉 因为这个绞肉啊 在拌绞的时候 最好是打一点水在里面 那这些面包粉呢,会帮你保水在烧烤的时候 所以呢,当你这个牛肉串做好了 从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特辑提供的Maisy的旋风智能气炸锅拿出来之后 哎,你把它咬下去 口感湿润 好,加一点水 加水呢,基本上它有一个诀窍 就是不要一次把它倒完 万一太多怎么办 你加肉嘛 你重新切洋葱丁 切罗勒嘛 不可能 所以慢慢加 接下来就搅拌 所以刚刚一开始跟各位讲 进厨房之前把手洗干净啊 用你的手的触感去感觉到 这个牛角肉在里面 跟水啊 跟这些拌料慢慢形成 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搅拌的声音 它会有一个 也就是说它的水分 跟这些拌料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捏这个烧烤牛肉串 把这个绞肉呢附着在香茅上面 附着在香茅上面呢 其实在手势上面 一只手在下面拖着 然后慢慢把它捏起来 对,慢慢把它捏起来 那如果你也觉得你的手会有点黏的话呢 你就沾一点水 它就会让你的手不会那么黏 对啊 慢慢去捏它 慢慢去捏它 对,把它整个这样子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 对 然后呢把它捏好成形的时候呢 就放到盘子那边 稍微静置一下3到5分钟 让它水分稍微再收干一点点 再进那个 我们的Messie的智能旋风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角上场了 Messie智能的气炸锅啊 然后这个气炸锅有4公升的容量 所以我们可以把4支同时都摆进去 首先呢 按一下这个 把它抽出来 看到吗 然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把它一个一个移进去 移的时候要小心拿 一只一只慢慢把它移进去 好,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你看,一推就进去了 然后呢 设定到180度 15分钟 对啊 设定的方式你看 它的图解甚至你不用去看那个 操作手册 这个闪动就表示要调温度 对啊 温度 可以让它上去下来 一次5度 对啊 然后呢 再按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时间也是一样 一分钟一分钟的加 一分钟一分钟的减 那我们呢 调好了180度的15分钟之后 按一下 诶 这好像要播音乐的play键有没有 它就开始了 15分钟后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 从这个Messy的这个智能气炸锅里面 把南洋风味的罗勒烧烤牛肉串 拿出来 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了 经过了15分钟 这15分钟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可能去追剧 追了15分钟 OK 当时间一到 我们把它打开来 其实在烹调的过程中 你会慢慢闻到 这个牛肉串 散发出来洋葱的香气 罗勒的香气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这道菜 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了 所以这个Messy智能气炸锅 它来衬托你的手艺跟厨艺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 看看怎么样 WALK Good 一打开就可以闻到 把那个罗勒香茅 还有那个肉香烤得刚刚好 这个气炸锅 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小心拿 不要太用力 别人把它加上 很烫 Messy气炸锅就很好用啊 好摆盘呢 我们在家里面吃 就会让它很简单大方 所以呢 找了一个盘子把它洗干净之后 我们会用新鲜的罗勒芽叶去做那个秤底 对 把这个烤肉串 对高一点点 所以呢 一只一只的摆好之后 接下来呢 就要拌上这个 这种蜂蜜优格酱 它会带一点酸味 然后有蜂蜜的甜味 它可以衬托这个南洋风味的 罗勒的烧烤牛肉串 那个风味flavor会出来 涂好了优格酱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红色的辣椒粉 让这道菜出现红色 它会增进食欲 它会让你觉得 哇更可口 慢慢撒上去 好了 终于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简洁的方法 透过这台Messy智能气炸锅 完成这道 平常在家里还不太容易做得出来的 这种南洋风味的烧烤牛肉串 罗勒风味 现在我来试吃看看 要沾一点优格酱 要沾一点辣椒粉 刚刚好 好方便啊 开始 但是我们在做备料 请别让我边吃东西边讲话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备料的时候打点水 然后去捏 对啊 然后加盐巴 把罗勒切丁放进去 在捏的时候 要小心慢慢的 你要有耐心 对啊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剩下的就交给Messy 气炸锅了 这样就很方便 15分钟一到把它拿出来 180度15分钟拿出来之后 简单的摆盘 小朋友就可以开动了 对啊 在家里请客 这是一道不错的菜 它可以配饭 你就可以下酒 当下酒菜 边追击的时候 边啃烧烤牛肉串 对 如果你对这个Messy 这个气炸锅 有兴趣的话 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相关的资料都在我们 房哥有集市 舌尖上的节目表 影片下方的文字介绍 我是房存辉 下次再一起吃好料咯 按赞订阅 我们那个 吉米说要按赞订阅 还有我们顺便订一台 拜拜